进入CBA休赛期之后 新疆队给球员放了一段时间价之后 球队很快就进入了新一轮的集训当中 为了能够更好备战CBA新赛季的比赛 新疆队也是在这个夏天安排了不少热身赛 在昨天 新疆队与美国探险者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 结果 新疆队发挥出色 以101比65大胜美国探险者队36分 收获了一场很厉害 酣畅淋漓的大声 本场比赛 主力球员阿布都沙拉木并没有出场 于德豪担任了本场比赛的队长 这也是于德豪首次成为新疆队的队长参加比赛 此次热身赛 主教练秋标主要是考察年轻球员 因此 在比赛中 给了很多年轻球员出场比赛的机会 其中 刚刚引进的新球员米爱利 就获得了比较多的出场时间 当然了 年轻的米爱利也是用出色的表现来回馈秋标 在比赛 米爱利先出了多次抢断 并且 给球队也是送出了不少漂亮的助攻 与此同时 在进攻端米爱利也是有上加的表现 得到了13分 可以说 首次亮相的米爱利 已经给主教练秋标一定的好感 新疆队上赛季 因为周期的事件 球队曾一度退出CBA联赛 这导致新疆队最终是无缘CBA季后赛 球队一个赛季的努力 几乎是负之流水 这让很多新疆队球迷感到不爽 毕竟 新疆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赢了很多比赛 然而 却因为一些场外因素 导致球队无缘季后赛 十分遗憾 当然了 作为一支有理想 有目标的球队 新疆队很快就振作起来 球队想要在CBA新赛季打出风采 去夺取好成绩 不过 从新疆队近期的情况来看 依然是存在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一方面 周期的问题依然是没有解决 因为 周期想要以自由球员的身份离队 已经和新疆队彻底闹翻 根据周期表示 他已经不可能再回到新疆队校里 在蓝鞋的调解下 新疆队已经同意把周期拿出来进行交易 但是 周期与他的经济团队 似乎还是想自由球员身份离队 就算是交易 也是不想给新疆队提供丰富的筹码 因此 导致周期的事件 至今还是在僵持当中 另外一方面 有媒体爆料 新疆队主力球员阿布都沙拉木 也是在寻求转会 在前几日 有媒体人表示 阿布都沙拉木已经不是新疆队的队长 对于这件事 有球迷也是向阿布都沙拉木 进行求证 结果 阿布都沙拉木也是证实了这事 表示自己已经不是球队的队长了 阿布都沙拉木是这样回应道 你好 我已经不是新疆队队长了 麻烦以后别叫了 看到阿布都沙拉木的回应 有球迷认为他是开玩笑 似乎是不相信这个事实 对此 阿布都沙拉木表示 我像开玩笑 显然 新疆队已经拿掉了 阿布都沙拉木的队长职务 对于新疆队的新队长会是谁 有媒体人认为将会是唐才玉 不过 笔者认为 下赛季新疆队的新队长 很有可能是于德豪 毕竟 主教练秋标与于于德豪关系更铁 与此同时 于德豪的打球风格 也是得到了球队的一致认可 所以 新疆队下赛季的新队长 大概率是于德豪 当然了 对于阿布都沙拉木 接下来会不会离队 新疆队方面并没有进行解答 而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让媒体去继续酝酿一下 不过 话又要说回来看 假如 阿布都沙拉木真的离队 那么 对于新疆队而言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毕竟 阿布都沙拉木是球队上赛季的得分王 球队失去他 将会少了一个得分好手 这对新疆队下赛季冲击好成绩 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 接下来秋标如何稳定阿布都沙拉木的情绪 尽量留住他将是一件重要之事 祝各位看官 为了解更多体育方面的消息和点评 可以点赞 转发加关注 笔者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